上个世纪五十年代 四川新京县有一个很出名的穷村 古家村 当地民谣都说 有女不嫁古家曹 此村之穷困可想而知 村中有一户人家姓刘 家中有四个儿子 因为太穷 三子只能寄养在别人家 偏偏就是这样一个 连基本生存都困难的家庭里 培养出了近代赫赫有名的刘家四兄弟 1982年 兄弟四人靠着凑出来的一千块下海创业 多年后 他们创建的希望集团 成为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 当然 这还不是他们身上最让人佩服的地方 众所周知 夫妻也好兄弟也罢 从来都是共患难易同富贵男 可刘家四兄弟不仅能力非凡 品性也非常好 兄弟四人能共患难 同样也能共富贵 刘家兄弟各自成家后 并没有因为利益而在企业中争权夺利 他们选择了和平分家 分家后 四人保留了希望的品牌 各自在创立新的希望集团 同时相互帮助共同发展 这也让无数商界中人为之敬佩 虽然分了家 但是兄弟四人靠着自己能力 都发展出了自己的企业 21世纪初 老四就成了中国首富 七年后 老二也成了中国首富 要知道 这可都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产业 与所谓的家族产业可不一样 当年兄弟四人孤注一掷 选择辞职下海时 没人能够想到 他们会有后来的辉煌 刘家四兄弟虽然出身贫困 但四人全都是大学生 这在那个年代 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情 本来他们应该是如同那个年代 绝大多数大学生一样 有一份体面稳定的工作 就连他们的母亲都是这么认为的 母亲对刘家老三 想要搞养殖业的想法 极度不参同 甚至认为他是农民没当够 但是老三却始终对养殖业很感兴趣 虽然毕业后 在农业局当了技术员 但是他仍然不曾放弃过 创业的梦想 并且还把他的想法 告诉了其他兄弟 从刘家四兄弟后来的成就 我们可以看出 他们的见识非同一般 老三的想法 给他们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不久后 刘家家族历史上 让人惊叹的四方会议产生了 四个已经就业的大学生 全部做出了辞职下海创业的选择 当时 他们四人倾尽全力 也只凑出了一千元 在所有人都不看好的情况下 齐心协力的奋斗着 在万元户的时代 他们的资产就已上亿 刘家兄弟四人 开启了不过来壮阔的人生之路 我们下期见